北京时间晚上八点钟 欢迎各位同学来听六级系统班的写一课 哇 我看到讨论圈这个人数 今天居然有三亿个同学来上课 我可太高兴了 给你们鼓舞掌 厉害厉害厉害 上我的课之前 大家前一节课是什么课呀 有上课吗 上课了是吧 上听力 哎呦 又上辉哥的听力啊 上了一个小时不容易啊 确实是 那个要不给大家提升行行道 啊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好 让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开头 这个上课铃打完之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 今天请大家把讲义翻到第五十页 我们要讲一篇时讯课程内容 叫做国务馆 今天翻译的动态三步法 我不带大家复习了 毕竟已经到时讯三了 宝贝们啊 方法相信已经融入到你的骨血里了 今天我们直接来练 要练的一项技能呢 是这样的 上节课有一位同学啊 跟我一个反馈 说老师 修士语因为我基础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怎么写 说的是你 请打一 是吧 修士语就确实我不是很知道 怎么办 好 给大家总结一个技巧 在六级考试中 经常会遇到同样一个句子当中 出现平均三个修士语的 三个是正常现象 那你们猜猜六级最多出现几个修士语过呢 三是最多七个修士语 然后坠在主干的前面中间后面 七个 所以在六级考试中一个特点是 翻译的修士语真的太多了 怎么办 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发现名词前面能放的修士语 比如说一个18岁的女老师 这个女字不就是修士语吗 能放在前面的修士语 放前面 但如果像18岁的 还有特别美丽的 特别可爱的 简直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 对吧 就是修士语太长怎么办 答案是直接放后面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修士语当中 其实有好几种情况 比如说单词不会用短语来修士 哪些短语可以放在后面呢 来 请大家这一页截评记住啊 比如说第一种 我们讲过所属关系 A的B 翻译成英文 B of A 后面这个A是一个名词 听懂了啊 就是所属关系 可以放在后面 后置短语 第一种 第二种 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 with表伴随的一种状语 比如说 I with a book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我带着一本书 来到了教室里 也可以 with表伴随 放后面 第三种 就是我们之前 在第四节课总结过的 比如说 Doing啊 ED啊 To do啊 这种非未语的形式 做后置定语 其实也可以 最后一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 在某个地方 在什么时间段 在哪里 总之 用介词短语 作为后置短语 都可以啊 等等其他形式 均可 听懂其他一 这就是一些短语 我们可以放后面 好 第二种呢 我们也讲过 就是短语 不会怎么办呢 我把修饰成分 翻译成从句 比如说 我们在第四节课一样 总结过的什么定从啦 同位从啦 状语从啦 主从啦 很多种从句 也依然可以放到修饰名词的后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技能 什么技能 修饰语 实在放不到前面的 通通往后扔 get到 请打10086 ok 今天非常非常重要啊 首先 我们来拿这篇博物馆的题目 一起来看一下 有没有感觉到这篇真题有点熟悉 它是我们第四节课当中的作业 懂吗 但是这一篇想翻成高分 是我们今天所有同学的目标 今天我们来拿着这一篇 我们刚刚讲过的技能 带你一起去看一下 六级的翻译 究竟有多么简单 还有同学说 我当年考过这篇 很好 来对了 首先拿到一句话告诉我 第一个动作 干嘛 很好 招 主干 近年来 我的天哪 修饰成分一 中国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你仔细看它主干是什么 这篇在第四节课的作业里面让你们写过 没讲过啊 很好 答案是 中国看到没有 中国的修饰成分 越来越多的 ok修饰成分 主语在这儿 博物馆 免费还是收费的 也是一个修饰成分 像人 像狗 像猪 像公众 像谁谁谁 也是个修饰成分 主干就五个字 博物馆开放 好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修饰一 修饰二 修饰三 修饰四 修饰五 有五个修饰语的记字 好 这个句子呢 我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去试着动笔写一写 用我们刚刚讲过的原则 能把修饰往后扔 就是劲往后扔 听懂吗 好 请动笔 因为这篇我们讲过 所以呢 不是讲过啊 第四节课的作业写过 所以顺便检验一下你 还记得多少 动笔 半分钟 一下子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抬头看 答案给出大家来了 In re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of museums in China have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for free 请问,和我写的一样请打一 写的不一样请打二 非常好 我看到绝大同学已经开始打二了 对吧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帮大家总结了这句 非常多意错的部分 请听好 第一,近年来 In recent years, recently 我在职训集讲过 用什么实态 啊,是不是用现在完成时 讲过又考到 请问,有没有同学翻成 are open了 有吧 现完忘记了 实态错误 好,第二 越来越多 少用 两个高级替换 第一个 a growing number of 第二个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好,请谨记 考场上六级月券老师 见证过无数次同学们 more and more and more 一直摸麻将 请你下次用高级替换 来感动它 好吗 还有同学问 a large number of 可以吗 不可以 a host of a large number of 表什么意思 告诉我 讲过 表许多 好,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有同学写博物馆 忘记加s复数 博物馆不止一个 说的是你 请打四 好,还有第五个问题 open我们在时讯哪一篇 讲过 是不是讲过 长安他们对世界开放 不能写成opend 当时讲过 因为opend 他强调的是被打开 这样的动作 再讲一遍 被打开 唐朝那一篇讲过 他和open这样一个 形容词表状态 打开的是不一样的 哇,这一点又错了 请打五 好,有同学说 老师我公众不会写 写成the public 我不会 写成people可以吗 没问题 考场上得分写people 高分写the public 最后 for free我写错了 写成freely的同学 请打六 好,讲一下 freely意思是自由地 for free意思是免费地 且是一个固定搭配 好,问问大家 现在看到 这样一篇简单句 当你第二次写它的时候 是不是依然错漏百出呢 反思一下自己 还有同学问 in free可以吗 不可以 in china可以放最后面吗 可以 膝盖是不是都要扎穿了 这就是六级考试 你以为的简单难度 好,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一,实态问题 注意 二,be open 这个高频考点 请大家再次记忆一下 为什么 在19年12月份 be open 它是一个高频考点 有没有记得 19年12月份 六级我们考过两套真题 第一套 梅花不畏严寒 迎着风雪 傲然绽放 请问 绽放是open还是opened 很好 也是open 朋友们 花的绽放 也用open 开着的 绽放着的 这是一个高频考点 还有同学说 我考的是荷花那一天 也考到了 荷花夏日清晨 绽放 夜晚闭合 朋友们 绽放 又是open the flowers are open in the morning and are closed in the afternoon 听懂 请打 是非常好 作为一个 be open 表示开放着的高频考点 好,其次 刚有同学我看了 老师 之前的作业是are open 我是不是刚讲了 把它改成现在完成时 因为近年来 好,建议所有同学 每次听课跟上我的思路 好 想起来了吧 好,第三个 有同学问 免费的 这个知识点呢 在我们六集中也常考 请注意 freely和for free 或者有同学问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是可以的 这个是高分答案 这两个都对 有什么区别呢 请记一下 free 它作为形容词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免费的 第二个意思就是自由的 这是形容词 但是当它变成副词 完全不一样了 假如说有一个小商贩 当你出国的时候 旅游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一个老外小商贩对你说 you can buy freely 如果你听到了这句话 立刻开始狂买 不好意思 你就上它的套了 因为freely意思是 你可以随便买 强调自由的程度 听懂 请打第一 有同学问说 那如果我想说 我免费送你了 怎么说 you can buy for free or you can buy free of charge 免费的 只有这两种固定搭配 听懂 那二 这两个都可以 懂吗 with free什么这些都不行 我说了 固定搭配 with no charge不行 不要瞎编 ok 好 这就是第一个句子 这就是我们六级的难度 总结一下 有没有发现 你在句子翻译过程中 是不是有很多细节问题 需要反复扎膝盖 反复练习才能克服呢 好 第一个句子 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for free可以放在open的后面吗 还有其他答案的同学都不太对 请以我为准 ok without tickets 别问了宝贝 这位同学问 without tickets行吗 不行 你去博物馆不买票吗 是票价为零 不是不买票 翻墙进去 宝贝 好 不说了 来吧 第二句 博物馆展览次数和展览人数都明显增长 请问 第一步干嘛 第一步 继续找主干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博物馆 是主语吗 是主干吗 不是 这是个修饰成分 我的主干是两个数量 发现了吗 第一个是展览次数 第二个是参观的人数 然后呢 我的备语和冰语叫做都发生了明显的增长 这才是我的主干 当年有同学啊 顾佳分析 遇到了两个尴尬的情况 一 博物馆它不会 第二句当中 就硬着头皮 又写了一个博物馆 写成了图书馆 libraries 等等错误答案 说的是你吗 第二 当年有同学 特别不会使用心机 请问 如果我这个句子当中 修饰成分 博物馆 我就不会了 能不能去掉 答案是能 为啥 全篇都默认说的是博物馆这个主语 而我去掉之后不影响我去的意思 直接写展览的次数和人数都明显增长了 朋友们 阳长弊短 它不香吗 啊 好 也就是说这一篇一定要去第一步干嘛 找主干 再次提醒大家方法的重要性 OK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继续写一下啊 展览人数 展览次数 参观人数 有没有同学确实这俩不会 说的是你吗 好 来 请跟我记一个固定搭配 在英文中确实有一些搭配 需要记 什么什么的数量 固定搭配叫做 the number of something the number of something 所以展览的次数 怎么写呢 不就是展览的数量吗 the number of exhibitions 跟我提笔记 请问 有没有同学 展览不会写 请打一 exhibitions 不认得 请打一 好的 给大家一个建议 展览不会写 主干 遭遇翻译障碍 一个字 怎么 管 展览不会写 起码你会写一个 shows 秀场 可以吧 还有同学 背过什么 displays 听过 这个叫展览 这些答案 都能得分 听懂 请打一 再换成简单版 不就完事了吗 但考前 建议大家背一个 高分版本 exhibitions 数量不止一个 也是 辅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参观人数 怎么写呢 不就是参观者的数量 或者 来到博物馆 看展的人数吗 the number of visitors 朋友们 可不可以 还有同学说 想不到 visitors 怎么办 the number of people 行吧 the number of visitors 总能得分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修饰成分 在博物馆内 请问 放哪里可以呢 句子莫为也行 我放这儿 中间 任性 number of visitors in museums 在博物馆内的人数 复数 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都明显增长 你之前学过啊 什么 they are increasing they are growing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 心理的答案 来 问题来了 在这个句子当中 实态 能用are growing吗 还有同学说啊 不能用are 要用ese 非常好啊 讨论圈 所有打现完的同学 给你鼓鼓掌 看我们上一句话 是不是 近些时间 近年来 所以六级初题老师 又在实态上 给你挖了一个坑 当年又有同学 扑通扑通往里跳 所以也不能写ese 或者are 而要写成 have been 这叫现在完成时 have加上动词 be动词也好 或者是细动词 em is are 也好 它的过去分词 been 好 那最后 正在增长呢 这个词我们学过 increasing growing 这些词 会哪个 用哪个 都可以了 请问 有一个小小的修饰成分 叫明显的 不会怎么办 很好 它不过 就是为了修饰 增长的幅度 比较明显 对不对 明显 obviously remarkably evidently 不会写了 请问 能不能直接写greatly 它在巨大的增长 表示程度 这不就得分了吗 当然你会写obviously remarkably 明显那样 当然更好了 好 这边写一个 remarkably obviously 这些都对 好 整个句子 我们就写完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发现 整个句子 展览次数 参观人数 这两个数字 都用的number of 请问 我能否合并 增加分数呢 答案是 可以的 好 请注意 当年有同学 感觉自己会了 然后呢 就想把两个数字 合并起来了 然后就写成了 这样一个数量 the number of exhibitions and visitors 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错了 请问 错在哪儿 the number of exhibitions and visitors 不是俩数量吗 为啥错了 答案是 两个数量 所以 the number 自 便 数 就问问大家 六级考试 你的目标 是得分 还是秀 所以当不稳妥 不确定的时候 建议大家 先求稳 你就拆成两个写 也能稳稳得分 听懂了吗 好 所以我的位语 这个地方啊 两个数字 不能写成has 这不是三单 这是复数情况 听懂了 好 刚还有同学问 have increased 可以吗 可以 还有同学问 这个have什么 apparently 什么明显地 可以吗 都行 好 这几种同样 替换的版本 也没问题 现在进行实义 也行吧 告诉大家 考试可以得分 但是不能得满分 因为实态 有一点点不准确 听懂了 可以在have后面加both吗 行 没问题 这个句子 看似简单 处处是坑 这就是六级 简单句的难度 次数可以用time吗 不可以 不准确 我都给你的number 为什么又要皮呢 好 请大家截屏 三 二 一 截着 significantly可以 没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呢 就是后面再问 不确定的 请都先 以我为准 好 第三个句子 在一些广受欢迎的博物馆门前 排唱队已经很常见 请问 这道题目 是不是感觉又很开心 在一些什么什么之前 明显能判断出来 句子的修饰 然后我的主干在后面 排唱队是很常见的 能听懂 请打一 好 第一步 这一句句子太轻松了 关键在于第二步 有没有同学 广受欢迎这个修饰 不会写 请打一 博物馆门前 就是发现 博物馆我会写 博物馆门前 组合起来 修饰套修饰 我不会 请打二 排长队这个主干 我不会 请打三 然后很常见 common这个词 我不记得拼写 或者也不会写 请打四 说的是你们吗 很好 如果你是这样的同学 给大家半分钟时间 用我们课上讲过的方法 想 怎么写 半分钟自己动饼 试一下 好 先跟上思路 还有问题到最后再问 半分钟 想这句话 怎么写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请各位宝贝们抬头时间到 这道题的高分参考答案 标准答案是这样写的 At the doors of some widely welcomed 广受欢迎的museums Long cues have been very common 说句实在话吧 你觉得你能写出这样的答案 请打一 写不出来请打二 说句实在话 就是真实的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很好 有同学已经发现了 六集我想写出标准答案 秀出叶卷老师太难了 怎么办 赶紧想方法 来 我带大家一起想 思路开始了 请问 修饰成分遭遇障碍 方法说什么来着 跟上我思路 答案是两个字解释 请问广受欢迎 wildly welcomed 还有用个备受欢迎 我就不会 把它换成什么解释 广受欢迎 能不能写成 非常流行 very popular 朋友们 可不可以 有同学说very 我也想不到 popular 恭喜你 得分了 懂了吗 还有同学说 prevalent 高分替换我不说了 思路你们懂就可以 第二个 在博物馆门前 请问 解释它的话 我能不能把门删掉 就说在一些广受欢迎的博物馆 前面 换成in front of 在什么什么前面 同学们 可不可以 很好 in front of 可以 但注意 in the front of 有同学不小心加了的 是不行的 in the front of 表示在博物馆内部的前面 靠前部分 in front of 表示外部的前面 有区别 好 总而言之 你的修饰部分 一定要去试图用汉语 解释它的意思 这就叫解释的含义 这道 请打 很好 第二 我们来解决一下主干部分 请问 排长队 cue 这叫队伍 尤其是排队的那个队伍 名词 Q因为不止一个队 所以加了S 我就真的不会 替换成什么 主干遭遇翻译障碍 一个字换 啥叫排长队 很好 长长的一条线 long lines 恭喜你 得分 还有同学说 排长队的本质是干嘛 人们是不是在等待 waiting people who are waiting 就是人们在等待的那些人 是非常常见的 解释排长队什么含义 请问 你不得分 谁得分呢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常见不会怎么办 思考一下 怎么换 很好 换 我能不能重新选择句子的主干 排长队很常见 我不会说 换中文 人们很常见到 人们经常看到 排长队 请问 可不可以 人们 people 经常 often 看见 see 排长队 long lines 写一个你的得分版 朋友们 六级 你不得分 谁得分 很好 还有同学说 我想到了 形式主语 高分 可不可以 也行 it is common that people line up at the doors of some popular museums ok 没问题 形式主语 也很香 还有同学说 in common 可以吗 不可以 查一下字典 in common 是共同的意思 那是固定 搭配 好 我把这个答案 两个高分替换 写在这里 这两个 均可 这个句子 现在充分知道 我如果 实在考场上 遭遇翻译难度 应该怎么换的 同学 请打 1 非常好 还有同学说 不是线完吗 对 高分答案 写线完 often see 表示经常看见 你的目标是 得分 肯定会牺牲一些 语义上面的精准性 但这个版本 可以得分 听懂吗 好 还有同学问 形式主语 不能用eat 意思吧 我想请这位宝贝 去听一下 第四节课 你击混了 find it 后面没有eat 那叫形式兵 记错了 好 其他所有答案 不确定的 请都以我为准 截屏 三 二 一 写着 common phenomenon 可以 waiting in lines 可以 其他答案 一会儿再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句子 因为讲不完了 仔细看题 还有 讲一下 就是上课尽量 先跟上我的思路 然后有其他不同答案 我们课下再解答 要不然一万个答案 我只有一张嘴 宝贝们 我无法进行多人运动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句 这些博物馆必须采取措施 限制参观人数 来 请告诉我 这是简单句还是复杂句 很好 这是一个简单句 主干 这些博物馆 背语动词必须采取措施 宾语是措施 OK 那限制参观人数 是什么东西 非常好 这叫修饰成分 啥叫修饰成分呢 有没有发现 采取措施是为了限制参观人数 告诉我 为了做什么 我可以写成英文的什么词 很好 这是隐藏了一个逻辑关系 to in order to 都可以啊 朋友们 修饰成分能搞定它 OK 请用半分钟时间 把这个简单句写出来 一样 遭遇翻译障碍 先思考怎么写 动笔 请大家时间管理好 好吧 半分钟就是半分钟 动笔 请用半分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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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请抬头 这句话的英文标准答案是这样写的 these museums must 采取措施 take measures to limit 限制 the number of visitors 参观人数 觉得差不多能写出来 请打一 一模一样 很好啊 请打一 觉得不太对 写出来 请打二 很好 我看目前大多数同学写的一模一样 很好啊 如果你是打二的同学 强调两点 第一 take measures to do something 采取措施固定搭配 高频考点 请记一下啊 高频 写意均高频 其次 当年有同学啊 限制叫做limit 不会写 请帮我思考一下 换成什么 很好 换成control 表示控制参观人数 限制 控制 这都是同一题换 没问题 还有同学说 减少参观人数 reduce 勉强 也都可以得分 reframe 没问题 resist 表示抗拒 restrict 可以 也表示控制 限制 好 还有可能出现第三个问题 参观人数 当年有同学 漏写了 the number of 请问 漏写可以吗 仔细看一下 i can find 可以 辅贵量可以的啊 放 答案是 不行 为什么 如果你只写了visitors 表示限制人 那你限制的是他人身自由 我们在这里是限制人的数量 所以一旦去漏掉其中某个细节 也容易出错 听懂了吗 建议大家把句子的句意充分理解透彻 OK 这个句子没写完 请截屏 三 二 一 写字 有同学问 number可以替换成quantity吗 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没问题 写成adopt measures可以吗 可以 这两个是可以的 好 其他各种同一替换constrained 我不讲了 来 截屏 我这边音量已经最大了啊 调一下自己的音量 或者看一下是不是线 是否插好了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句 在看第五句之前 给大家讲一下高分版本 讨论圈用同学问 被动可以吗 可以 被动是当年标准答案的高分版本 得分同学捂住你们的耳朵啊 measures 措施 have to be taken 表示不得不被采取 be taken 被谁采取呢 by these museums 被这些博物馆所采取 to limit the number of visitors 就这么个意思 就高分了 听懂 听打音 很好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 截屏 三 二 一 鞋子 不用线蓝可以吗 可以 因为must 形态动词一出现 你就不需要用线蓝了 都是接动词圆形 好 第五句 如今展览形势越来越多样 这又是一句看似很简单的简单句 请动力 半分钟 开始 请亲自行 请 启 好 请抬头 请问 这个基本上和我写一样 请打1 写的不一样 或者is 2错了的 形式这个位语 is 2错了的 various diverse 各种拼写错了的 form forms复述没加的 exhibitions没加的 自动打2 好吧 OK 我讲一下 还有同学 完全一样 一半一样 可以可以可以 OK 好 我讲一下 在这个句子当中 有两个关键词 是高频词 第一个参观的形式 请问 forms形式 考场万一不会写成什么 非常好 写成种类 kinds 那如果形式 我不写了 行不行呢 答案是 也行 为什么 因为你后面 various or diverse 我们在救命作文 第一节就讲过 啥意思 形容词 各种各样的 表示种类 反多 听懂 请答应 很好 这是第一种答案 而已 当然 也有同学说 我能不能这样写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xhibitions 有着越来越多的展览形式 有着越来越多的展览形式 用there be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得分 这是第二种正确答案 好 当年还有什么答案呢 也都是正确 比如说第三种 请问 我们在表示区别的时候 讲过一个动词 very 大家还记得吗 非常好 我带大家写一下 动词very 表示不一样的 有很大区别的 Nowadays The forms of exhibitions very 好 very 表示不一样 是一个动词 就是有区别 是一个动词 请问 越来越怎么写呢 写more and more吗 好 今天来教大家一个高分版本 increasingly 好 请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increasingly这个搭配 截屏 三 二 一 写着 截屏之后 这三个答案均可 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因为这是个简单句 今天的重点在于这里 在写意当中 一定要去会的四个高分替换 写作和翻译都会用到 当帮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 数量多 请在讨论圈打一下 很好 看到有同学 a host 反应非常快 很好 还有什么 a large number of okay you're good 还有我们课上讲的后置定义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 in large numbers 注意 这个s不能省 固定搭配 很好 还有 a quantity of quantities of 等等 均可 请问 这些数量多 我后面加的名词 是单数还是负数 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思考一下 非常好 加的都是 可数名词 负数形式 比如说 a host of children 有很多孩子 a large number of youngsters 有很多年轻人们 youngsters in large numbers 可数名词 负数 那请问 如果你考场 遇到了一个不可数名词 怎么办 比如说 水很多 某人 脑子里全都是水 水很多 怎么办 好 第一个 叫做much 这个大家都会 相当于是many 所对应的一个题换 第二个 用a lot of 或者lots of 没问题 得分版本 这两个足够了 请大家跟我记一个 高分版本 lots of a lot of 答案是什么呢 a great deal 我们常见的一些不可数名词 有什么 比如说 脑子里进的水了 water 还有比如说 你喝的牛奶了 无法去衡量 或者切分的 基本都是 还有 我们之前考过 四六级的 米饭 不可能一粒一粒去数 rice 也是不可数名词 bread time 这些都是不可数名词 还有经历 包括我们讲过 一些抽象名词 比如说 convenience 便利性 efficiency 效率 等等这些词 都是不可数名词 ok 这一点充分get到 请打e 我们收个位 好 总数量多讲完了 第二个 种类多怎么表述呢 好 种类多有几个都可以用 看情况使用即可 刚刚第一个讲过 diverse 第二个 various 这两个都可以 如果你想用短语 也可以写成 a variety of 看情况使用即可 种类多 就这三个 好 接下来讲一下 越来越多和越来越 越来越多 有没有同学做过真题呢 发现没有 它也是高频词 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2013年的一套旅游的那一篇题目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旅游 然后再隔了两年啊 又考到一个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总之 越来越 它是一个相当高频来回访问考的一个 好 讲一下 如果你想表示越来越多的什么东西 非常好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 growing number of 哇 你们太聪明了啊 可以的 刚讲过的两个都可以用 主要讲一下今天学的这个 展览形式越来越多样 就是越来越怎么了 越来越穷 越来越富 越来越美 加形容词 就是今天学的 increasingly 加形容词 原型 这个请大家重点记 这是新知识 这是新知识啊 好 至此我们写一种避讳的四个高级提换 请大家一定记好 因为下次考到 依然几率非常之高 接平 三 二 一 鞋子 对 increasingly rich increasingly poor increasingly beautiful 等等 越来越怎么样 放后面 increasingly怎么样 看到吗 ok 截平啊 三 二 一 鞋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六句话 一些大型博物馆 利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技术 使展览更具吸引力 请问 第一步干嘛 非常好 找主干 一些 ok 第一个修饰成分 大型的 第二个修饰成分 主干 博物馆 类语动词 利用 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等的先进技术 所以先进技术才是我的第一句 后半句 使展览更具吸引力 这不也是个修饰成分吗 就是做这件事 它的目的是 和上一句一样 突渡 感觉到了吗 为了让展览更有吸引力 请问 多媒体和虚拟现实 可能你会在修饰成分遭遇一个障碍 一 不会写 说的是你吗 二 即使我会写 什么什么等先进技术 这样的巨饰结构 不会写 说的也是你吗 很好 给大家一个切实的建议 考场中如果你不会写了 修饰成分 别瞎编了 扔掉 先把主干其他部分写对 你就能得分了 好 我带大家一起写一下这个句子 一些大型博物馆 some 大型怎么写呢 不用去想大 型 large 型 style 写large 满事了 翻 巨异 博物馆 museums 因为不止一个写故书 利用 请在公屏中打出来 怎么写 什么big huge 也对啊 large 当然更准确 都对 非常好 请记一下 利用是翻译中的高评短语 use utilize take advantage of OK 这几个都是高评 至少记一个 好 利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 我们是不是有讲过 修饰成分我真的不会放在前面了 怎么办 答案是扔后面 这么长 你就不要勉强放在名词的前面了 先翻先进技术 请问 先进技术不会默默扎扎自己的膝盖啊 先进的 advanced developed developed 都是已经发展的 救命作文 讲过 技术 technology 上节课有同学问过我 到底写technology 还是technologies 当然是两者都对 就是既可以是可数 也可以是不可数 总之两个都对 不用再问了 好 接下来 把这个修饰成分放后面怎么写呢 答案是 利用先进技术 比如多媒体和虚拟现实 你不就会了吗 请问 救命作文 我们是不是也背过这个结构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加名词 不就满事了吗 同学们 背过结构 好 那讲一下多媒体专有名词这么写啊 多媒体 很多个的媒体 叫multi media 我写在第二行 multi media multi很多的media媒体 中间用一个连字符 复合名词 and 好 虚拟现实呢 它真正的写法叫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现实 考场中下次不会 你就写VR 它的缩写也可以 最好大写 小写也勉强夺分啊 好 接下来 为了使什么什么具有更有吸引力 这个结构请大家背一下 如果你不会的话 to或者in order to 表示目的 make something more attractive 使什么什么更有吸引力 这道题呢 如果你按照我们第四节课讲到过的状语 把第二个动词改成making 也正确 因为发现两个动作主语一致 且是主动关系 正确 实在实在考场中拿不准 你就把第二个动词 用and的连接 and make exhibitions more attractive 也对 ok 听懂 请答意 好的 让我静一下言 然后呢 把这位叫垃圾考虫TMD的同学 这个静一下言 给我腰言货中四六级取消了 想得美 想太美了 口语取消了 笔试同学们 取消吗 不取消 还要考的 好 截评 三 二 一 鞋子 总有些人 每天活在梦里 幸然还是很感动 哎呀 真是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句 我估计今天应该也就可以 好 讲一下第六句啊 来 得分同学捂住您的小耳朵 高分看一下 这个句子的高分在于 把通过利用什么什么什么技术 做成了一种逻辑关系 叫做方式状语 就是by using 通过 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技术 使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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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这个句子 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高分重点看 三 二 一 鞋子 好 最后一个句子呢 是简单句 哎 倒数第二个句子 简单句 不少博物馆还举办在线展览 人们可以在网上观赏 珍惜展品 请问这个句子我们讲过第几遍了 第三遍啊 在哪个网上呢 不是小黄网啊 也不是多人在线运动网站 是在线展览的博物馆网站 请用定从半分钟把这个句子写出来 你学过啊 写不出来的默默扎扎膝盖 哦 东比 东比 好 好 我先讲过这几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和我写的一猫一样的同学 请打一 OK 很好啊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这个句子讲过 重点在于使用高级句式定语从句where OK 这个句子不讲了 讲过两次了 细讲也讲过一次 截屏 3 2 1 这个句子的重点呢 就在于不能用which或者that 来去引导定诅 讲过 so that可以吗 可以 quite a few可以吗 可以 都是同一替换了 ing which可以吗 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句 然而现场观看展品的体验对于大多数参观者来说还是更具吸引力的 句子结构和前两句一毛一样更具吸引力 关键就在于这个句子当中我们发现分析完主干之后我的妈呀体验不会说的是你吗 请打一 很好 还有同学说这个体验我可能不会 现场我可能也不会 是不是 有一些个别词不会 怎么办 主干遭遇翻译障碍 又一个字 换 思考一下 我把句子当中的体验删掉可不可以 现场观看展品对于大多数参观者还是更具吸引力的 影响据一吗 不影响 可以删掉 如果实在不会写还可以写成什么 在博物馆里面 朋友们 现场不就是在博物馆里看展品吗 in the museum也一样可以得分 方法听懂 请打一 很好 那标准答案怎么写呢 我带大家一起来写一下 还记不记得 还是更具吸引力的 什么是更具吸引力 这个主语太长的时候怎么办 第四节课讲过 是的 我能不能用形式主语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用主语从句 两种均可 写成 it is more attractiv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想起来了吗 宝贝们 好 我们第一种 用形式主语写一下 都是第四节课讲过的 is more attractive is more attractive for most visitors 对于大多数参观者 写成 a majority of 没问题 都行 表示大多数的 好 对于大多数参观者 做什么事情 就是在现场吸引 在现场观看展品 怎么写呢 记笔记 to appreciate displays 或者 exhibits on spot 这就叫在现场 记一下 ok 这个句子就写完了 把however 加在最前面 稍等 ok 好 形式主语写完了 请问 如果想用主语重句 怎么写 试一下 有可能说live怎么用 当然是一个字 副词 live 在现场 但是说实话 在这里面 在现场看呢 用live不太合适 因为live表示 现场直播 就是看电脑 它是直播形式的 一般用live 在现场 on spot 有可能说on the spot 可以吗 可以 还有一个叫on site at the scene 这些都对 都表示在现场 就都对 任选一个即可 有没有的都对 我帮你们查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写这个句子的第二种正确答案 however it is 主语重句怎么写 还记得吗 就是把主语的部分 用that 进行套滑 不就完事了吗 回想一下第四节口 however it is more attractive that 加完整的句子 most visitors most visitors appreciate exhibitions 或者appreciate exhibits on the spot ok 句子写完了 就是后面加完整的句子 大部分的参观者 他们现场观看展品 ok 这两个现在充分能理解 请打一 理解不了 请打二 in person也可以 这个同学很好 这个同学很好啊 信费量不错 in person也对 很好 大部分同学都能理解了啊 也就是说下一次当你看到主语过长的时候 形式主语或者主从你都可以 两者都对 哪个能闻得分 用哪个啊 ok 截屏 三 二 一 写字 好 今天这一篇呢 参考译文 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课下自己看 然后我强调一点 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有任何 应该是 最周一 对 最周一的时候 是妈妈讲了一节课 这节课呢 叫做如何用八步法来去深掏 深度解析 这个卷子 怎么去做真题 不要浪费真题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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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课 其他老师不太有时间 或者是个人意愿不是很足 如果你作为六级的考生 写完作文或者翻译 实在实在想让我看一下 拿不准 怎么办 请在我的微博上 at我 我来帮你看一下 好吧 这个也是依然 考虫不给我任何的工资 就是我额外牺牲我个人的时间 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请大胆在微博上 at我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评论里面 你可以写下自己本堂课的收获 上节课有一个同学说 每节课流出一些时间 时训的时候 让你们自己写句子 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你们的体验如何 是不是发现 自己流出时间写 还是能发现很多问题的 对吧 好 总结一下 写意请大家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去练 因为今天不练 明天就会把这些问题 暴露在考场上 就是写意靠练 好 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到此结束 作业我就不带了 请大家今天自己 自己动笔 把我们所有的知识点 你的意错点 去整理一下 因为这篇文章 我们相当于写过第三遍了 不带大家写了 好 OK 爱大家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作业不带了 拜拜 下节课开摄像头 See you 那个 我去看我后马查后会 他们发没发了 走了 拜拜 拜拜